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6404800 给视频 穆里尼奥没有输掉全世界 曼联死中的歌声给你答案 支撑约37秒 腾讯体育室 8月31日 本周日 曼联将在英超第四轮客场挑战博恩利 在赛前新闻发布会上 针对上轮 曼联名比三输给热次赛后发布会的争议言论 穆里尼奥一开始就强调了自己人是世界最佳主帅之一 穆帅出席新闻发布会 曼联上了数月热次后 新赛季投三场英超已经输了两场 穆帅在赛后发布会不满对媒体质问 强调自己赢得的英超冠军 超过其他19名英超主帅之和 还多次强调要求得到尊重 然后泛怒离场 在今天新闻发布会议开始 穆里尼奥就摆出一副与媒体交争的架势 我是世界上最伟大俱乐部之一的主教练 而我也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主教练之一 我上赛季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但你们也许都不想承认 我分析了自己的表现 对我来说 我的想法比你们的想法更重要 我重申 我们两个赛季前赢得欧联冠军的时候很出色 所有人都认为 马进在被淘汰出欧冠后 夺得欧联冠军很棒 但我们赢得欧联是因为那就是我们当时的水平 我们是最近一直赢得欧洲冠军的英格兰球队 我重申 我赢得过八次联赛冠军 我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在意大利 西班牙和英格兰 夺得过联赛冠军的人 不是小联赛或者小国家 而我在上赛季夺得联赛 第二 也是我执教生涯最伟大的成就之一 对于上场比赛 热刺球迷嘲讽穆里尼奥 不再是特别的一个 牧帅也回忌道 是的 在那几个月前我们在温布利击败他们组总杯办决赛的时 他们却不会唱那首歌 那是他们梦寐以求的决赛 他们也渴望夺得组总杯冠军 因为他们并没有很多夺冠的历史 当然他们不会这样唱 莫里尼奥还谈到了曼林球员的激情 激情来自球员 而不是我 因为上场的是他们 我们展示了一切激情 但就是没能进球 我们犯下了一些错 并因此被惩罚 赞球员们展示了激情 我认为球迷的回应不是给我的 而是给球员的 他们从第一分钟开始就站在球队后面 因为球队低得很好 我认为球迷的反应是这样的 虽然我们输球 但球队一直在战斗 对于自己在上场比赛结束后 留在场边向球迷鼓掌 莫里尼奥解释道 这座球场的球迷习惯了胜利 习惯了教练跳起来庆祝 在摄像机前露脸 但我不喜欢这样 通常当我取胜 我会是第一个离场的人 但在逐场输球后 我必须留在场上看看球迷的反应 因为我要感觉到球迷的支持 那也让这一周变得并不是太难过 我们也因此变得积极 并且确信 我们配得上更好的结果 昨晚 莫里尼奥被看到现场观看伯温利的欧联傅加赛 由此可见狂人对周日这场联赛的重视程度 对此 穆帅说 我去那里是因为我知道也许会有许多球员在周日也上场 我想看看他们的打把 看看他们是否会改变战术 是的 他们的出局非常不走运 如果他们再多进一球的话 也许他们会赢 对于卢克肖重返英格兰队 此前不断敲打肖的穆帅也很欣慰 对他来说这是重要的一周 他踢了三场出色的比赛 但球队输了其中的两场 这更加难得 即使球队输球 但他依然有稳定的表现 而且攻守平衡 特别是对布莱顿的比赛 如果下周英格兰主帅打算让他再对阵西班牙或者瑞士时上场 那会更好 他也许感觉自己的努力得到了回报 他也成为一个发挥稳定 身心都非常强大的球员 在技术树上 他也对比赛有了更深的了解 我们对他感到非常开心 我认为在三场应超比赛之后能够入选国家队 会让他感觉非常特别 这两天有消息 直骂下的 将郁曼连续于5年 对此 牧帅不知可否 我们必须等待官方消息 这一刻还不是官方消息 非议 对此 牧帅不知可否 对此 牧帅不知可否